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只股票 Atronic它今天起到很高 暴涨30% 涨停板 所以我们从这个股票来看 它整个趋势是 庄家控盘90%以上 然后我们看它的提议 是完全蓝色线的 自从散户不见的第一天 就是11月6号开始 就一直涨一直涨 间中有散户进来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选到这样子的股票呢 来教大家怎么样选股票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Filter 我们选MCD有80的 因为刚才Atronic它是 庄家是95% 所以我们就从这边 Filtre MCD 80的 整个股票有千多个股票 我们就看哪一个股票 它是有超过80%的 MCD 所以选出来就有35支 我们可以一直一直 一直进去里面看 今天我给大家看的呢 就是Windows 3 三个Windows 你要选一个Windows也可以 Windows 2 Windows 3 我平时就是喜欢 用三个Windows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的 Sector拉出来 看是什么Sector 现在我在看的就是 这个 Nova 就是IT Sector 所以我们从这边看 它是庄家 85%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支 下一支的话 你可以按 Keyboard Keyboard M旁边 它有Aero Key 你可以按Left 或者是按Right Nova 这一支股票 Atronic 这个我还没有 Download Data 今天的Data 还没有Download 所以你可以看到 Atronic这一边 它是涨了多少% 从这一个日期到这一边 它总共涨了292% 差不多300%了 有79天 79天的交易日 看 庄家是完全空盘的 然后T1 它是完全在史色线上面的 所以现在的行情 股票行情呢 它已经变了 仙股已经不再出现 我们必须找这样子的股票 庄家空盘 85%的 这样子稳稳的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赚钱 再来下一支 下一支 Hong Seng Hong Seng 你要注意 因为它有青色散户在这一边 所以呢 它这边它会做出调整 你看第一天 散户出现 它就已经暴跌了 然后 Xdeon Xdeon这支股票 我也有讲过 它会快起快落 快落 所以也是要小心 再来 Lisobo 这样子的股票 我们就是要选这样子的股票 再来 Optimax 也是不错 你看 它是在Xde上面的 然后 Malaysia Pacific IT Technology 这个板块 我们要先 暂时缓慢一下 因为我们不知道 它的趋势会怎么样 现在是调整 或者是 熊市 我们还不能决定 所以 Technology那边要hold一下 Encom 你看 也是很漂亮 Materials 刚才Astronic 也是Materials 所以我们可以关注 这样子的 Hectar 完全 完全 只有 庄家 没有散户的 MSM 也是很漂亮 散户不见 就是 庄家 控盘的 开始 Awanbiru Consumer 板块 Sapura Sapura 它 自从给 另外一个公司 takeover了 之后呢 它的股票 开始 有一点 波动了 然后 OnlyVal OnlyVal 也可以注意一下 再来 Pekka 还有 Mr.DIY 这阵子呢 它会出现调整 它的股票 是这样子的 它会出现调整了之后 再往上拉 然后又调整 又往上拉 我们要知道 它的历史的规律 Angelo 现在也是在调整当中 然后 Eon Eon也是很漂亮 像黑马出事 一直往上拉 它是Consumer Consumer板块 都是蛮 现在的趋势来讲 是蛮好的 这个IT 再来 Shanlink Shanlink呢 之前有一只 涨很多 现在比较慢了 升高 这个 昨天也是 升很多 再来 GE DNO 会出现调整一下 再来 Ch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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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股票 也是有人 一时后 自从它黑马出事 到现在 我们看一下 它总共 起了多少 240% Signature 这只 我们就慢慢看 来 我最喜欢的 8338 你们可以慢慢找 OK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我最喜欢的 这只股票 我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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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的